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录一下龙腾世纪3的这么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帧数还是六七十帧 但是大家龙腾世纪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它的这个载物时间有点长呀 哦 两个 guarantee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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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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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觉我们的男主好像是有点不给力 其实还挺好玩的龙龙十七三这么看的 还是切回我们的妹子啊 啊我去妹子好像强得很妹子 就是大家最晚还是放到那个固态里面玩啊 你要是放到移动硬盘里面就载入时间特别特别长 但是这个挺沾地方的 还有那个天苗关于这个的汉化快出了 今年六月份出的那个反馈吧 不过也快了大家可以等一等这个游戏确实是不错 看来我们还是得调节一下 有点远了 下面这个打死吧 好 把他录死了 这个也录他 录他 全都录他 然后再继续 啊这个也搞定了是吧 虚灵 啊已经搞定了 那咱们就退出去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啊 这个游戏啊 感觉还蛮好玩的 哈哈哈 他最好是去接迪啊 去把这两接入 走一步 都我以为 啊对 只有先驱者才能关闭啊 关闭 走 走 走 哈哈 还是这个地图几乎没有载入时间啊 就是之前的话就都载入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听他哔哔哔哔一下结束就完事儿 这个妹子还挺好看的 过场动画基本都是三身啊 其实这个都无所谓啊 哦 沉睡在我手臂里的力量 哈哈 中二少年 嗯 这个游戏反正这个细节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虽然这个载入时间啊就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还是蛮有意思 你看这个帧数 还是可以的 其实这种游戏啊比狭道猎狩5那种游戏要好好多 因为狭道猎狩5打完任务就十分的空洞啊 你要是不打完赖的话 那这个游戏就特别的带玩任务很多啊 而且这个剧情也不错 好 嘿来 我们狂撸他 狂嚣 狂嚣啊 四个干一个 狂嚣然后 嘿 嘿 跳回来啊 往往回也 嘿 嘿 嘿 八十 我们 继续往前走 继续向前 这个帧数真的是好稳 就是这个载入时间 真的是一言难尽 但是游玩的过程中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等一下 然后里面的载入时间 也没有多少 然后继续 录它 就两个远程的一打远程的就行了 然后这个把金站的都瞄住 就感觉既可以当一个动作游戏玩 又可以 当成一个 动作游戏玩 都可以啊 还挺有意思的 配合起来的话 就像这个载入 你们为什么不打他呢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录了一下 基本稳60 这个游戏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就是载握时间 大家放固态里面就好了 好了 就结束了 拜拜